这个小伙一眼就看出 路边小孩手里的烟袋不是凡物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一块钱能割十斤大肉了 村民是家里的老五 表面上吊锒铛 可谁也不知道 他一直跟着一位官大爷学习古玩知识 日后他也将靠着古玩 实现屌丝逆袭 作用上一身家 村民虽然知道那童烟感是个物件 却还是找到官大爷把关 官大爷告诉他 那是1860年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的阿尔金的烟 得到大爷的肯定 村民立刻回去找大哥借钱 春民一番好话说出 可换回的只有俩字 大哥虽然也猜到他在套路自己 可无奈老妈向着小儿子 他拿到钱后 连夜来讨价还价 春民乐的何不拢嘴 掏出钱还准备交易 避免大妈起疑心 他还强装淡定 谁料大妈拿出物件后 丈夫觉得妻子卖太便宜了 经过他一番打磨 大妈将烟袋拿了出来 看到这名黄黄的烟袋 春民欲哭无泪 一见古董就这么毁了 春民气得直踹墙 这天他正准备买西瓜 看到一个乞丐般的男人蹲在墙角 便把那五毛钱给了男人 此时他还不知道 这正是大名鼎鼎的古董玩家破烂猴 也是他人生的贵人 破烂猴不客气地把钱装进兜里 说着便从包里拿出几本书里给他 春民眼前一亮 这忒实了 你不嫌我 父空黄金都不是金 也正是这几本书 日后让他拥有了一万身价